来 你随便打我 不管对方力气有多大 在太平的心里面的情况来说 都完全可以打扰给对方 你知道什么 来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来 镜头 过来 近点 近点 看着 随便打我 看着 拍子挺的好多 出版权吃着倒高 哎呦 我 没有表演的成分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哥阿伯频道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分享的很多功夫大师 装逼最后都翻车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八个功夫大师装逼 被KO的场面 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这位泳吞大师可不一般 他自身能打赢泰森没有悬念 也许泰森能撑60秒 但是一定打不过他 而这位泳吞大师是哪里来的底气呢 他放出一段视频称 是一名退役的省闪大队队员 现任三大教练前来踢管 结果被他暴揍 不过但凡有点格斗常识的人 你能看得出来 这位所谓的三大教练 连票友都不如 甚至连残兜袋都才没明白 而且他还表示 能在搏击技术上击败他的 他就送五管 各位格斗迷们 你们有想去试试了吗 就是这样的视频啊 最后也是王八权收藏 非常的能备 我们再来看第二位装逼的功夫大师 这是他使用传统功夫的场面 非常的厉害 那这是他真实的格斗场面 大师穿着白色的衣服啊 没想到被搏击运动员啊 一秒钟就KO掉了 瞬间倒地 不堪一击 我们再来看第三位 不仅中国有各种大师啊 其实国外也不例外 这不过国外一个功夫大师啊 去全馆挑战MMA选手 两人刚刚一交手啊 我就感觉到大师不妙 那穿白色的就是MMA的选手啊 穿均绿色衣服的就是我们的功夫大师 我们可以看到功夫大师没有任何的防守意识 抱住他就想摔跤啊 想把他拖入地面站 可是他不知道MMA啊 地面站是非常的强悍的 结果啊 这位大师直接被砸晕了啊 扔了白毛巾投降 我们再来看第四场比赛 这是一位国外的这个空头道大师啊 他正在和学员在表演这个功夫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根本就不用碰到学员 那么学员就东脑西歪 那么瞬间打倒几十个这样的学员 非常的厉害 有一种严方的感觉啊 结果啊被挑战者暴打 这是跟挑战者一个比赛 那么这位挑战者也是 听到了这位大师啊 名声非常的响啊 没想到一拳啊 就将他打倒在地 大师这个时候啊 没有表演那种 隔空打人的那种功夫啊 大师捂着鼻子啊 他的鼻子已经被打破了 好继续比赛 啊 啊 几拳下去 大师直接投降了啊 看来啊 大师的隔空打人的功夫啊 是假的啊 是一个表演 我们再来看第五位装逼功夫大师 大师表演的气场非常的强大 那么继续发功 他表演的也是隔空打人 那么首先第一位学员上场 轻轻松松被摔倒 那么另外一位学员啊 就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他说我感觉不到大师的气场 就是啊 大师发了很多的功 这位学员没有任何的反应 学员说再来再来 我还要一点气场 这没有气 大师有点急了啊 你这个学员怎么不配合呢 这时候啊 大师与学员互换角色啊 大师还是没有将其击倒 表演失败 我们再来看第六个装逼的功夫大师 翻车的视频 这位大师啊 是太极大师陈小旺的侄子 是陈家沟的太极拳学校校长 叫做陈志强 那么他现在正在跟老外 配合表演太极拳的实力 他让老外抱住他的头啊 想把这个老外直接击倒 没想到啊 老外的力气非常的大 根本就不会配合 这个太极拳大师 最后啊 大师都急了啊 差点被他给捂死啊 差点窒息了啊 太极拳啊 根本没有爆发出力量 挣脱不了啊 最后表演失败 非常的尴尬 再来看第七个啊 也是的啊 在借头表演这个太极拳啊 这老头啊表演这个功夫啊 没有呢被路人直接推了出去啊 非常的尴尬 我们再来看第八个装臂的功夫大师翻车的视频 那么穿黑衣服的大师啊 正在给学员讲解如何的攻防 然后其中有一个动作啊 幅度非常的大 这个学员怎么也不跟他配合啊 当时就急了啊 大师打得到对方的脸 学员也不甘示弱 直接跟大师对攻了起来 最后啊两个人抱在一起啊 大师最后是被几个学员摁在地上猛咒啊 我说你也不做了 阿姨 他已经有了 那你还能够带来 好吗 好吗 好吗